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好 又到了我们听故事的时间啦 今天呢 许楼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是 小饼干和围裙妈妈系列故事当中的 世界上最棒的礼物 哇 最棒的礼物会是什么呢 今天围裙妈妈特别着急地往家赶 她匆匆走进大堂 跟保安叔叔只是点了一下头 就快速地摁下了一楼的密码锁 冲了进去 仰头等待着下行的电梯 门关上 电梯上行至六楼 开门 冲出去 摁了自家的门铃 哇 围裙妈妈今天好着急啊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啦 小饼干来给围裙妈妈开门了 妈妈 妈妈你为什么今天要连续地按门铃啊 我跑过来的时候都差点摔跤了 小饼干有一点责怪围裙妈妈的意思 她手里的小剪刀都还没来得及放下 围裙妈妈蹲下来亲了一下小饼干的脸说 哦 对不起啊 因为我有一个世界上最棒的礼物 我很着急想要把它送给你 真的吗 小饼干立刻笑弯了眼睛 围裙妈妈从她的包里拿出来一个布袋 对小饼干说 你猜猜 今天我给你带什么礼物回来了 嗯 是玩具 嗯 围裙妈妈说 是 又不是 哎呀 妈妈 你就快点给我看看吧 小饼干说着 就到围裙妈妈的手上去夺那个布袋 围裙妈妈给了它 因为围裙妈妈也等不及让小饼干一遍一遍地猜了 哎 是一只小羊 小饼干从布袋里拿出来的是一只崭新的雪白的毛绒玩具 但是 她的表情并没有很兴奋 围裙妈妈盯着小饼干 对小饼干说 嗯 小饼干 你不觉得它就是棉被小羊吗 嗯 有点像 但它肯定不是棉被小羊 小饼干说得非常坚决 围裙妈妈接过小羊说 我今天啊 路过了一家新开的玩具店 想给你买点什么 就在我看来看去的时候 忽然我就听到一个轻轻的声音说 我是棉被小羊 我要找小饼干 快把我带回家去吧 我抬头一看 哎 就看见这只小羊啊 坐在货架上正对着我笑呢 所以我立刻就把它买下来了 小饼干听着妈妈的话 好像在听故事 又好像在想什么 妈妈有点着急了说 那你觉得它不像棉被小羊吗 嗯 有一点点像 妈妈继续问 也许它是棉被小羊的宝宝呢 小饼干这时候 微笑着看着妈妈说 哼 是你故意这么说的 他歪了一下脑袋 想了一下说 好吧 我就叫它宝宝小羊 小饼干说着 就把宝宝小羊 放到了大窗台上 围裙妈妈 叹了一口气 因为它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它以为小饼干会欣喜若狂地 又蹦又跳地 喜欢这只棉被小羊呢 它以为小饼干会说 我的棉被小羊终于找到了 但是并没有这样 宝宝小羊被搁在了大窗台上 小饼干没有再过去抱过它 这让围裙妈妈 很想知道个究竟 围裙妈妈就问小饼干 你还记得棉被小羊吗 当然咯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棉被小羊的 小饼干说 围裙妈妈接着问说 嗯 那它是棉被小羊的宝宝啊 你不喜欢它吗 嗯 喜欢呀 但是没有那么喜欢 说到这儿 小饼干忽然看着妈妈说 妈妈 等我将来也有了宝宝 你还是最喜欢我的 对吗 那当然了 围裙妈妈说 棉被小羊就是棉被小羊 它是不能被替代的 这就好比 你是我的女儿 我是你的妈妈 这也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 心结终于解开了 原来小饼干 原来小饼干在担心的是这个呀 好了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故事 非常温暖的一个小羊宝宝的故事 你觉得好听吗 不要走开哦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 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